嘿嘿嘿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亞美諒人對上表面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OK 那這場比賽是亞美諒人 看一下亞美諒人特性 它的特性是開局時 並不會免費的羅車 這個羅車是它自己蓋的 但是它的羅車也比喬治亞的羅車還便宜 所以亞美諒的羅車比了科技 研發之後還會再提升40%的效率 所以它的伐木技術 挖金挖手是非常快的 亞美諒人他的中後期 主要是打重裝騎士 還有升旅還有複合弓箭手 弓兵路線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的強弩是沒有拇指環的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亞美諒人他的經濟算是蠻不錯的 因為他的40%的經濟加成給了非常多 之後下的第一個強化教堂 還會拿到一個額外的聖物 所以亞美諒人的經濟體系算是很不錯的 接下來看一下高美人 高美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益次元農田 農田裡的農民不需要把肉放到城市中心或是魔房 立刻就會收到這個支援命表上了 所以高美人的經濟其實也算不差的 他的特色打法主要是打重裝騎士跟大肉馬為主的複合命 他的工兵單位不算強但也不算弱 還有這個三級射三級的工兵鎧甲 而且高美人他是好像有火槍吧 印象中 他是有火槍的複合命 而且也有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但他有火槍卻沒有火炮 所以這一點會對於他在後期面對對方的巨型頭時機的打法時 會沒有主動權 甚至遇到對方的重頭之類的也會非常難受 但還好亞美尼亞人也是沒有重頭的文明 甚至他連工程工程師都沒有 所以這一點 HERA可能只需要出大衝撤 就可以解掉亞美尼亞人的工程大隊了 那高美人後期也可以轉毛相夫 他的毛相夫也是一面 跑得最快的大象文明 那他的大象還可以再增加3.3 這個象牙劍 所以整體來說 高美雖然比較偏奇兵路線 配大象還有強弩火槍的這種文明打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中間有非常多的路 那有些直接選手們會選亞美尼亞人或喬治亞人 開局直接用羅車去持這些野位 那當然也會有人選蒙古 但蒙古的防守效益其實很困難 因為你要邊採資源好好防對方的弱馬 那槍兵要按得很多 所以去持野位到底有沒有賺這件事情 有點難定下結論 我覺得有點難定下結論 有點是要看對方的戰術跟自己的打法 有沒有相對應到才行 可以建議你的配置呢 並不是只有會影響到自己 對面的配置也會影響到自己 那這邊收村稍微吸引了一些劍齒傷害 還有這邊砍掉兩隻羊 太狠了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走到城鎮中心裡 把那兩頭羊給砍了 塔到非常的火 太調皮啦Hera Hera真的是 太狠了 太狠了 怎麼辦啊 然後開局少兩隻羊 兩百肉 沒了 要踢到撒農田了 甚至這個一擊龍都很難點 不撒農田的話會更慘 這隻好冷痛喔 不拿一農優勢 直接速撒農田 然後果汁要到底吃 好那這邊有兩隻肉麻到了對方家裡 看一下高綿 喔高綿這裡也是喔 一擊農也沒有點喔 也是直接開始爆撒農田 好肉麻也到了亞美尼亞人家裡看 兩邊都是互相偷看一下 好這裡兩隻村民稍微拖扁一下 OK 拖了一下肉麻 這隻肉麻被抽掉 但Hera也是損失了一村 好這邊直接一個開戰的槍兵過來 兩邊都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傷害 這隻肉麻怎麼在撒田 好這邊是想要吸引對方槍兵過來 好兩邊應該就是這樣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Hera差不多待會要去補金礦了 17片田 比我想要這種還要多 通常16片田左右 就可以點城堡時代了 多折到18片田 對 那亞美尼亞確實來到18片田 好 有點多 雖然我看過最多是22片田 那個肉量超誇張 到城堡時代三馬就出騎士 超級多的 好兩邊的肉麻稍微互打一下 槍兵互戳 好再往前嗎 結果中間這裡的野味也沒人要吃啊 大家都覺得這個中間的野味有毒 吃了可能會生病 可能會出事 好這裡再補一個馬就 哎唷 槍兵又被收掉了一隻 槍兵家裡有再繼續補 這邊有點互打一下 Hera這邊村民沒有損失 因為高敏的村民是可以躲到房子裡面的 雖然村民都已經殘血了 但終究一村都沒有被拿下 OK這裡補一個房子 待會村民可以躲進去 結果還是被收掉了一村 還有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十七片田 好這一村應該是沒救了 最後Hera是在升城堡時代 前被拿下了三村 這邊 亞美尼亞人 沒有打算要升城堡時代 本來是補下了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封建時代升重裝長槍兵 太狠 那之前我們也有看過 這個亞美尼亞人 封建重槍 然後鴨寶策略 難道塔塔也有要打算這樣做嗎 好 那Hera這邊升城堡時代 青騎兵先up上去 二級伐木一級農 補了一下 這邊稍微燃結 但青騎兵遇到重槍是打不贏的喔 洛馬上前 想要收掉工兵 工兵第一時間被擊火 最後還是順利的把工兵往後拉 所以槍兵還是有點危險 遇到工兵單位 槍兵是扛不住的 但這邊很好 重裝長槍兵可以有效克制對方洛馬 好 當然Hera這邊洛馬也不太敢 直接往前走 高免這邊要守下來 讓洛馬出去有操作空間的話 一定要讓自己的奴兵 先量產起來 在奴兵升級好跟數量起來之前 這邊的青騎兵 是不能輕易離開家裡的去騷擾 等到奴兵成型之後 這裡才可以派出去騷擾 好 這邊拉了五隻村民往前 你還在封建時代 你在幹嘛 封建打城堡 插箭塔 槍兵重裝長槍兵直接往前壓 收掉所有的弓箭手 OK這一波壓力很大 村民過來了 那你要對塔嗎 Hera你要插箭塔防守嗎 還是要 當然是不是插得有點前面 當然可以收村喔 但只有一隻村民在裡面 這裡怎麼都沒村民了 右邊稍微挖一下石頭 拉了一些王王界的村民回來 種一下田 兩邊差不多時間蓋好箭塔 當然這根箭塔蓋完之後 就往左邊走 我也不管 這裡再補一根箭塔 塔塔羅這邊 是用一個箭塔爭取時間 讓自己家裡 暫時不會被騷擾的一個策略 而且剛剛 Hera的輕騎兵被收掉了一些血量 血量非常慘喔 但是家裡現在完全沒有弓兵單位了 現在要擋住這一坨兵其實是很困難的 當然有騎士喔 砍了一刀 弓兵還沒有射上去 哇 被射倒了兩隻肉馬 弓兵繼續射 弓兵射槍兵多舒服喔 好 勒之槍兵 好 這邊手撕箭塔 這裡的肉馬應該沒有辦法牽涉到裡面 OK 亮王塔 增加一下箭矢傷害 這邊還在封建時代封建打城堡 喔 打了有點久了喔 直接用聰明集火掉這隻肉馬 現在槍兵 開始有點麻煩囉 聰明都只能躲到房子裡面 高免最誇張的地方就在這裡 全部把聰明蓋一個房子 躲在裡面 守不住我就蓋房子 好 躲進去 躲進去 好 聰明有點危險 這邊 這裡到處都是房子 好 趕快把這聰明房子給戳爆 但現在Hera還沒有辦法點下奴兵的升級 麻煩了 好 聰明繼續往左走 好 終於補下奴兵了 這裡奴兵真的要趕快補下 好 騎士稍微反擊一下肉馬 這幾隻村民可能會被抓掉 哇 死到了八村了 太慘了 弓兵怎麼直接拉走 好 剛剛釣虎離山之際才對喔 5隻村民走 然後這10隻村民趕快往右拉 現在這裡有15隻村民一直被控制喔 沒有辦法好好的 去產出資源 這邊經濟優勢喔 亞米尼亞人是越來越大的 好 當然這邊房子稍微被修了回來 工兵過來了 有奴兵 稍微可以壓制回去 好 天空熊過來繳鞠一下 熊哥 熊哥被處理了 好 要看一下統計學喔 現在經濟 亞米尼亞人起飛 果然 這15村太久沒工作了 而且還有5村直接被吃掉 現在充分差距來到60村 對46村 差距剩 好 但是有奴兵之後 這裡就不好打了 因為現在刺猴 這個肉馬 也有可能打不太以奴兵 最近差了一個10代的兵種 還是差蠻多的 好 只有兩邊的劍塔蓋了起來 這根劍塔也補了 好 守存 欸 射不到 好 遇到奴兵 往後走 當然現在亞米尼亞人沒有辦法處理奴兵喔 那亞米尼亞人待會要怎麼打這個高免的騎士喔 兩個方法 一個是出重裝騎士 一個是配復活攻勵手 那以現在的狀況來說 陳寶斯在初期喔 最強大的單位還是騎兵喔 所以直接先鬼轉一波騎士喔 反正自己的田也夠嘛 反正轉騎士 然後3TC開農 然後蓋個修道院 然後開始撿生物 然後生物也可以稍微去遭遇對方騎士 好 先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在右邊 好 八隻的輕騎兵往前 要趕快把工兵收掉 工兵收掉的話 就能處理掉這些騎士 這邊肉馬直接被吃光 重裝長槍兵加上輕騎兵的包夾 順利收掉Hera這一坨的野位分隊 那這裡又有少量騎士 開始在騷擾當中 亞米尼亞人這邊村民樹也是被塗到極村 現在村民樹兩邊校正回歸 57村打57村 哇 這裡死的村民有點多喔 好 這裡直接當地補了一個 羅車 原地伐木 現在亞米尼亞人的木頭有點多喔 但是沒有石頭可以去開一下城鎮中心喔 所以拉了山村 待會兒挖出一百石頭 要去開第三個城鎮中心 Hera這邊呢 已經開出了第四個城鎮中心了 城鎮中心越開越多 但塔塔的分數呢 還是目前領先的 這一坨槍兵開戳 好 左邊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索 好 兩邊都補一個工程七製造索 反擊 現在高敏的騎士殘量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好 這邊生女 戰鬥祭司去撿一下生物 哇 又被收掉一村 好 這裡保甲 說明收我掉了 哎呀 可以呀 好 走車掌一下 好痛 好痛 好 後面的騎士再度被打掉了 右邊肉馬開始往前 開始爆凱一波 完了 現在 Hera有點被 左邊這邊吸引住了 結果右邊被偷了幾隻村民 那馬上拉了騎士過來反擊 OK 騎士應該可以吃得掉 那這張地圖是很難圍死的 因為這個正面的石頭的地方 這是不能圍的 不過真的要圍的話 只能圍這個邊邊角角 最終對方還是有這個缺口出來 所以這種比賽地圖 大家都稱為死鬥地圖 不准圍 趕快打架 這種感覺 可以說是一張打架地圖 所以會看到很多騎士在地圖上面繞來繞去 也是正常 但這場比賽 亞美尼亞人 選得有點 不太確定 為什麼要選亞美尼亞人 那這張地圖 亞美尼亞人的勝率其實蠻高的 最近亞美尼亞人的勝率 在天梯上也是大幅提升 經濟提升多那15% 差蠻多的 畢竟25%變40%的 經濟效率加成還是蠻大的 那騎士方面呢 則是有這個 沒有三級瑪凱 基本上體質跟波蘭的重裝騎士差不多的 那我覺得打法還是有點偏難打 OK 對方騎士過來救一下 後面還有更多洛馬 又抓到了幾隻村民 現在亞美尼亞人村民處 慢慢追上了高棉 高棉是TC農 但是有點農不太上去 村民一直被砍 前面補了一根城堡 開始要來控住左邊的 中間的地圖 哇 獅子裡又在暴凱一波 打到這邊一個多線 好煩 中路有勝率了 拿新鞋兵去打 新鞋兵被解掉了一隻 騎士往上走 好 左邊補下了一個城鎮中西 5TC 開農 我的天 HERA這邊 你農我農 剛剛佛劍在打那麼久 結果塔套居然還有點 反打回去的feel 那HERA的分數目前還是很低 好 這邊再稍微 防守一下 招想到了一隻騎士 等他再招一隻喔 哎呀 有虔誠科技 多了那一下 找不到了 完蛋 勝率出了 又要被打 哎呀 兩隻老頭 直接被肉馬給吃掉了 好 騎士再度回來 右邊改了一根 新的城堡 取消了一下 快點 幹嘛幹嘛幹嘛 要來守思村民嗎 好 這邊再等騎士過來 但是 亞美尼亞人的騎士 反而先到了 完蛋 HERA的騎士來不及回救 這個城堡注定蓋起來 村民還死一堆 這一波塔套打得非常漂亮 從右邊偷蓋寶 好 海蓋成功了 大意了 沒有閃 這根堡蓋起來 這個金礦就危險了 沒有辦法正常的挖掘 也被控到了一些農田了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 補下了帝王池袋的升級 先行升地 卡升級是不是 我靠 這個帝王時代還要等一層才能補上去 左邊的墓區挖穿囉 這裡大家可以開一根新的城堡 從這裡當成地基 開始往右邊慢慢推回去 好 看起來 在黑羅家裡有點麻煩 騎士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掉 亞美尼亞騎士暴 太猛了 說好的白血見勇了 亞美尼亞人 開始變成馬國了 他其實不是步兵文明吧 他其實是馬國吧 沒有三級馬鎧 也沒有遊俠的馬國 比較奇怪的馬國 現在每個職業選手 打亞美尼亞人 都出騎士 不打白血見勇 我覺得這個見兵勇士 還是要蠻看情況出的 例如對方出垃圾軍團 或者是打一些 比較特別打法時候 才有可能出到這種步兵戰隊 騎士的優勢還是比較大 機動性更好 操作的空間更大一些 殺力也足夠 缺點就是很容易被招搶 好 告免拉幾隻僧侶 好 這裡蓋 可以囉 我們這裡再圍一下 完了 這裡要被招光了 亞美尼亞人 這一桌 可能要被招了三隻騎士 還有一隻 最後真的被招三隻 還有一隻可以嗎 好像可以喔 再一隻 四隻騎士 OK 現在 HERA這邊是有騎士數量的壓制 那以升級來說呢 亞美尼亞人 還是比較多 一點點 這個秒數 哇 左邊大量的挖金礦的村民 直接被爆砍一波 村民數下降非常多 查到這邊 那邊屠殺害的村民 來到了七十村 好 升到地獄是在 趕快補巨型頭C嗎 右邊沒有要補 好 左邊有補一根寶 這根寶剛剛我們說 可以補一根寶 當作進攻擊地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幾兵衝車 三級步兵鎧甲升級 怎麼辦呢 亞美尼亞人 好 騎士過來 趕快收 這裡往右跑 好 結果 吉兵跟騎士沒要回救啊 可以打算使用出來的 槍兵跟戰鬥技師喔 稍微防守 裡面的聖物很多欸 四聖物 好 這邊 聖女好像沒有控好喔 怎麼跑到前方 被騎士跟七七兵給打掉了 我們有非常多的槍兵跟騎士 開始亂衝 這裡衝車也開始亂頂 而且是裝甲衝車喔 可是輕衝喔 那亞美尼亞人沒有大 沒有大衝車 真的是有點可惜 這個喬治亞都有了 該給亞美尼亞一些工程器械了 沒火爆沒重頭 沒大衝車 也沒工程工程師 亞美尼亞人工程真的是偏弱一些喔 唉唷 這邊三台巨頭 好 抽掉了一隻騎士 好 左邊的騎士 收掉這個承認中心之後 開始往左邊進發 但中間也是被個多線操作 現在中間也被進攻 右邊也有更多的槍兵過來 但是城堡快被解掉 好 應該是守不住了 好 現在中路跟左路 都被衝爆 現在右路撤退中 可能變右路防守 這邊騎士想要上前 解巨頭 但是被阻擋掉了 好 這邊牆兵最後還是追到了重裝騎士 收掉了非常多的騎士數量 黑尼亞現在村民處來到131村 村民處還是領先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這邊有點卡人口 180人口 現在上去 黑尼亞這邊人口數也不是很多 但這邊亞美尼亞連轉出了重裝騎士 瞬間收掉敵方的巨型頭C 這波交戰 後面轉出了火槍 OK 火槍來BANG一下 直衣兵是很OK的 但是被騎士上去硬騎就沒了 一直騎一直騎一直騎 後面的巨型頭石精再過來 好 被收掉了一些數量了 左邊的衝車也被解掉了 看起來這一波塔套可能要再補更多農田 農田樹稍微有不足的問題 38片田有點偏少 黑尼亞這邊的農田樹更少 只有10片田的村民在踩肉 在赫拉這邊明顯的經濟失調 51個人挖黃金 窮的只剩下錢啦 塔套這一波反打 非常精彩 槍兵被上重裝騎士 這兩隻三人招想到了 OK 好 第一時間戳掉了巨型頭C 後面再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好 右邊這裡回歸農田 但還是有少量的疾病 在那邊爐爐小小 現在高敏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一下槍兵喔 但是直接轉槍兵的話 可能不是這麼的好打 而且資源上來說也沒辦法轉得出來 現在 黑尼亞只能透過奶貌 趕快買一些資源起來 不然就是要直接轉大象 按毛巷服的話 又會被槍兵給戳爆 所以到底要出什麼 其實還不好說 好 右邊村民 可能會被抓掉喔 騎士數量非常多 但是還沒有三攻的關係 騎士要砍到四刀才會死一村 好 讓騎士過來救一下 騎士收村還有石村保留下來 火槍兵 這裡被城堡射掉了一些數量 巨頭再次架了起來 左邊的床間已經穩穩的空下來了 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這一波中間的黃金控制戰 是有機會拿下的喔 這邊騎士數量明顯夠多 但是巨型頭實機的數量已經沒有了 所以待會要再重新重造一波 中間補了一些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敵方的防律進行穿甲 這邊弓箭手 可以無視敵方的防律進行穿甲 可以無視敵方的防律進行穿甲 好 做農騎士 想要去 硬抓巨頭 但裡面藏了一些騎士 在城堡裡面駐守 你敢衝鋒 我的騎士也是 隨城出門 所以城堡你一定要拿下喔 不是這個原因喔 不是這個原因喔 好 騎士再次向前 槍兵開戳 這時候Hera打出了GG 哇 這行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打套這個封建時代落後這麼久 還可以打贏城堡時代的Hera 這個劍塔狂插 然後再搭配重裝長槍兵 亞美亞人特性 壓制對方輕騎兵喔 一路把這邊給搞掉 讓Hera沒有辦法順利的運營上去喔 那到帝王時代呢 雖然讓Hera一度反農回來了喔 但是最後靠著重裝騎士 還有級兵喔 拿下了比賽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亞美亞人拿到六萬七的資源 非常多 那軍事方面呢 拿到1.15的KD喔 那還是要得說喔 亞美亞人的封建時代 身重裝長槍兵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大賭注喔 那我覺得他是賭對了 有這個槍兵在的話喔 露馬就可以輕鬆的喔 去抓到對方的村民喔 甚至讓村民有這個時間喔 可以蓋出箭塔來喔 這都是封建時代的一些打法細節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